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统当中都支持 它主的指的主要是什么呢 在Linx当中常见的通配符有这样一期 我们使用问号来匹配任意一个字符 这问号代表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是什么东西 是数字 这个英文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都是可以的 它代表任意一个 那如果是星号呢 星号在Linx当中 在Linx当中代表匹配任意零个或者多个字符 也就说有没有它都会匹配 还记得我们在讲IM00的时候讲过 大家注意不要执行什么 IM-RF强制删除星 这里的星指的就是通配符 代表这当前目录下的所有内容 当前目录下的任何内容 那在Linx当中 星号它的作用匹配的范围是最大的 那还有中括号 中括号匹配的是任意一个字符 任意一个字符 但是它和问号不太一样 问号是没有范围 想匹配谁都行 但是中括号呢 是中括号当中的任意一个字符 举个例子 我们在中括号当中写一个ABC 三个字母 那这个中括号整个看起来 它匹配 首先它只匹配一个字符 那它能匹配谁呢 要不然是A 要不然是B 要不然是C 也就是说 中括号包含起来的这些字符里面 它从里面挑出来一个 作为它匹配的这一个对象 这就是中括号 在中括号当中可以加一个简号 这个杠代表的是范围 例如我可以这样写 A到Z代表 匹配任意一个 小写字符 小写字符 在中括号当中还可以加尖括号 向上的尖号 这个代表逻辑非 也就是说 如果不加尖号 它只带的是匹配 这个中括号当中指定的范围内的一个字符 但是如果加了尖括号 比如这样写 中括号尖括号 0-9 中括号 这个意思是匹配 匹配任意一个 首先它还是匹配一个 不是数字的字符 那也就说 不加尖括号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它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说 在零件事当中啊 这些东西它可以代表一个批量删除 比如说 我假设我确定要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人 假设当前目录下有一千个文件 那如果我要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去删 就会很困难 那这个时候 通配符 星号就会帮助我们来进行这个操作 哎 这就是通配符的作用 我们去几个例子啊 其实星号和问号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看看我干嘛了 我到临时目录下 然后执行这条命令 注意啊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删除当前所在目录的所有的内容 你一定要确定你当前在哪 你别进入到根下 或者到一些重要的系统目录当中 比如说B下或者ETC下 你执行这条命令 那就代表把根目录或者是B目录 或者ETC目录全部清空 那这样的话系统当然会公亏 那现在我们要确定啊 我进入的是探普目录 我需要在探普目录当中执行删除所有文件 我把这个目录清空 这个星号就是我们说的通配符 我们试试 试试 登录之后 千万不要在这 其实在这里问题不大 这里是入的加目录 入的加目录里面只是一些日制 还有一些做测试的东西 所以真要把它删了 也问题不大 但是不习惯 我们还是去探普目录下 探普目录里面默认有几个这样的临时文件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执行这条命令 小心啊 别在这个前面给我加这个 加了杠的意思代表根下的所有 代表清空准的根 所以啊像这样的命令 加通配符的命令 尤其是删除命令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个东西一定在回车之前多确认几遍 你确定删的不是别人 好了删掉之后 LS目录下就空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强制性的创建几个这样的文件 ABC ABCD 零亚零ABCD 其实创建这些文件的目的 是为了演示我们下面这几个通配符操作 演示这样几个通配符操作 那大家可以其实创建任何文件 做这个联系流行 但是这几个可能更匹配我们下面这个实验 那我们就创建一些这两个文件 这四个文件 ABC ABCD 零亚 哎文件名是可以用数字的啊 它是零ABC 随便创建这样几个文件 LS的话会看见所有的内容 但是如果加通配符 比如说我加的不再是直接回车 而是写的LS新ABC 大家觉得它会显示哪个文件 很多人可能想当然的认为会显示这个文件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不光显示了这个文件 还显示了这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却没有显示 原因很简单 这个的通配符的意思代表 任意字符后面只能跟ABC 任意字符 任意字符指的是可以是数字 可以是字母 也可以是没有任何符号 它也会匹配 那也就是说 只要任何字符后面跟的确切的是ABC 都会显示 哪怕前面没有任何符号 也会匹配 因为星号代表匹配 任意字符 可以是零个 也可以是任意多个 但是为什么没有匹配ABCD呢 大家小心 一旦加了通配符 一旦加了通配符 通配符的特征是完全匹配 也就是说 你要匹配的内容跟它一模一样才可以 其实大家就可以这样理解 这条通配符的意思是说 在任意字符后面只能跟ABC 但是如果是这个 它代表任意字符后面跟的是ABCD 这个时候 它就不匹配了 它你匹配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必须和我的通配符完全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地方 就必须再在这里再加通配符 才会匹配ABCD 这个情况才带着ABC后面也允许接其他符号 允许接其他符号 这是通配符的特征 这是通配符的特征 我们后面还会讲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和通配符比较类似 比较像 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根本性的区别 通配符是用来干嘛的 通配符是用来匹配文件名的 这里大家先记得这个事情 这是 如果我这块当然例子上写的是问号 它代表匹配任意一个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打个问号也行 匹配 这个就不能匹配ABC了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问号代表不管什么情况 匹配哪个字符 但是都最少得有一个字符 而不像星号 星号的意思是匹配零个或者任意字符 也说没有字符 星号也算匹配 所以用星号显示会匹配出ABC文件本身 但是用问号来显示 只会匹配ABC前面有一个符号的这样一个文件名 那知道了这个还可以干嘛 加中框号 中框号后面可以跟范围 零到九 ABC 它的意思是匹配 以ABC之前用任何一个数字 开头的文件 就是ABC之前 紧接的是一个 前面紧挨的是一个数字 那就会匹配出零ABC 那如果加反 还要取反 它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 好 这块没有显示出来 那我们不能写这么大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这块的话 它这块的话会匹配一个都没有 因为什么 它代表要匹配ABC前面要接一个 接一个字母 零到九 代表字符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当前目录下有这样一个文件 刚刚这个符号会匹配 它代表ABC前面要有任何一个字母 但是因为第一次我们只有ABC 所以呢 这块会匹配出来说 没有一个文件名 是ABC前面还有任何一个非数字符号 也就是说中框号也一定要匹配一个符号 中框号和我们的问号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匹配一个字符 一定要有一个 所以如果我这样写 它代表ABC前面必须还要有一个字母 才可以匹配 那这其实就是通配符的作用 通配符 在这里 超哥想先强调一下 通配符 它是用来匹配文件名的 最起码在Linx系统当中 通配符是什么用的 那我们后面讲 证则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明证则表达式和通配符的区别 那这时候 我们就先看通配符 在Linx当中 常见的通配符 其实说白了就三个符号 问号 新号和中框号 问号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新号代表任意零个或任意多个字符 而中框号代表一个字符 哪一个呢 中框号范围之内的一个字符 这就是通配符 我们通过这些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 它这个是通配符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通配符就说到这儿 那除了通配符之外 在背识当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符号 这些符号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 超哥挑一些比较常见的 或者说比较常用的符号 来做一个介绍 那剩余的符号呢 可能大家可以去参考书了 去参考我们的系数Linux 那首先看这样一组符号 单引号和双引号 单引号和双引号都是用来干嘛 当我的一个内容是一个整体的时候 它中间如果用空格 有空格 这时候就要用引号过下来 这个内容才是一个整体 大家都知道 在Linux当中呢 空格代表我们的命令行和 比如说在命令行当中 代表命令选项参数之间的分割 如果没有引号扩起来 这个空格就会作为分割 而不会作为一个整体 只有把它用单引号 或者用双引号扩起来 这个内容才是一个整体 但是单引号和双引号有区别吗 有一些 在单引号之中 所有的 所有的特殊符号 都是普通符号 也就是说 它没有特殊含 比如说 刀了符 反引号 等了 都没有含义 但是在双引号当中呢 刀了符 反引号 这个反斜杠 都是有它的含义 分别代表 调用变量的值 引用命令 和转移符 哎 反引号我们在这讲 那也就是说 其实很简单 单引号当中 扩起来的 所有的东西 都只是普通符号 而双引号当中 特殊符会有它的特殊义 特殊符会有特殊义 那我们举个通俗点的例子 如果我们用单引号 把我们的同学 咱们班的同学 或者说我们学校的同学 都扩起来 那么他们就不再区分男女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人 但是不再有男人和女人 哎 比如说 我们网上有人流传 说在兄弟连呢 是没有女人的 为什么 男人当畜生来用 女人当男人来用 当然这是开玩笑 那双引号呢 它可能就更人性化一点 它扩起来之后呢 那么有一些特殊符号 他们都会有它的特殊含义 比如说 男人当男人来对待 女人当女人来对待 这就是这两个符号的区别 那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里 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变量的 这样一个命名方式 我建议了一个叫做内蒙 名字的变量 这个名字 它的值是我们的 这个我的姓名的缩写 SC SC 我们试试啊 内蒙等于SC 这个时候 我需要去查看内蒙的值的话 它就会输出的 不再是这个内蒙 而是它里面的值 不再是输出它名字 而是它里面的值 SC 至于变量的负值 我们下节课会详细来讲 大家知道这是变量负值 但是如果我把电量用 单引号阔起来 或者用双引号阔起来 大家猜猜会有什么区别 我们回车试一下 把单引号换成双引号 单引号换成双引号 好了 单引号阔起来的内容 哪怕是特殊符号刀的 都认为是普通字符 所以当用echo输出它的时候 会打印的是这个单引号 扩起来的内容 原分不动的输出 也就是说 它丧失了它的原有作用 它任何作用都没有 只是输出这个字符而已 但是如果是用双引号 把这个变量名扩起来 $是有含义的 这个时候 它的内容可以正确输出 这其实就是单引号 和双引号的区别 这个例子我们待会再看 待会再看 那回来 我们再看看反映号和 这个 到了小块 反映号的作用是 它会告诉系统 它扩起来的内容 是系统命令 会系统命令 会在我们的背试当中 先执行它 然后呢 再把它的结果付给别量 或者显示到屏幕 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吗 很简单 我们刚刚内幕 只能等于一个长量 不管是英文字母 还是ABC 它的作用都是等于一个长量 但是如果我换一个变量 比如说 我定义一个变量 ABC 让它等于用反映号 扩起来 比如说 DATE 大家小心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值 ECHO $ ABC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调用变量的值之前 需要在变量名之前 加$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ABC的值 不是DAT 这个字符串 而是DATE命令的结果 这就是反映号的作用 但是啊 反映号实在是看起来不痛快 非常容易 在文档和我们的操作界面下 看成单映号 反映号是啥 就是大家ESC键 下面那个键 那这个时候呢 超哥推荐大家使用 到了小括号 来扩起你的命令 它跟反映号的作用是一样的 但是它不会有这种看错的这种 这种疑虑或者固语 那这个时候看 到了小括号也是一样的 他会把命令的结果 先执行 把命令先执行 然后把结果付给你 这就是 这就是反映号和小括号的作用 那这块其实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 哎 我也可以干嘛 不扩起来 直接用echo命令输出 不把它付给变量 也是可以了 比如说 看 如果echo 后面ms没有加 任何括号 它代表 它要输出的内容 就是ls这个符号 但是如果我用刀的小括号 或者反映号扩起来 它输出的内容就是ls命令的结果 这就是反映号的区别 反映号 那在宽端圈里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懂这个意思 这里其实是在讲 单映号和反映号 双映号的区别 如果是用单映号扩起来的 这种变量复明方式 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它原封不动输出的就是这个字串 但是如果用双映号来扩起来命令 这个命令会执行 那我们可以试试 echo 单映号 扩命令 任何命令 其实只要有输出都可以 那这次命令最常见 看看 它输出的其实是这个字符串 这个命令不会执行 但是如果是用双映号呢 在双映号当中 刀的符号会有它的特殊含义 所以呢 会先把命令执行 再输出 输出的是命令结果 好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样两组特殊符号 第一种是单映号和双映号 第二组是反映号和刀的小框 除了这些之外 在Linux当中我们可以用警号代表诸识 这个主要指的是在我们的Linux当中的配置文件当中 哎 我们后面会写12脚本 12脚本其实就是Linux当中的一种文件 那在这种文件当中 警号开头的只要用警号开头都是诸识 啥叫诸识 就是说明 只要用警号开头的都不起作用 不对当前这个文件产生任何影响 那还有就是Doll Doll符的作用就是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用来调用变量的值 用来引用或者调用变量值 需要在变量之前加到L 就跟我刚刚出的这样一样 只有干嘛 如果我们输出echo Naymo如果不加刀了 他输出的是这个符号 但是我想看Naymo这个变量的值 就需要在他前面加 到了这样的话打印的是他的结果 而不是这个命令本身 那转移符呢 转移符的作用代表 让他后面紧跟着特殊符号失去作用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 如果我是这样输出的 那这个时候看 刀了就会失去作用 因为在Doll之前加了转移符 它的作用是把特殊符号的特殊作用取消 变成普通符号输出 好 这就是这样一些特殊符号 下面这几个例子 我们其实刚刚都已经看到了 刚刚都已经看到了 那这件课呢 我们讲的一些东西 讲的一些通费符和这个特殊符号 内容并不多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太好的一些 现在暂时看还可以 但是如果跟正则表达是混在一块的话 非常容易把我们的同学搞晕 那我们先把通配符搞明白 通配符首先 它是用来匹配文件名的 最起码在Linux系统当中 是用来匹配文件名的 如果它需要匹配 它必须 你要匹配的内容 必须跟通配符一模一样 才能读取 否则就要加新号 代表任意词符号 那除了这些 我们讲了新号 问号 中夸号 这三个通配符之外 我们Linux当中 还有很多特殊符号 我们挑常用的 讲的下 主要是单引号和双引号 区别是 单引号扩起来的内容 没有特殊符号 而双引号扩起来的内容 里面会有特殊符号 繁引号和刀的小括号呢 扩起来的是系统命令 还有此外 还有紧号代表注释 然后这个反鞋杠 代表转移符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系统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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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